对于处于减脂期的人们而言,其最为关心的莫过于日常的饮食,要想更好达到减脂的目的。 大家此时应当要如何安排日常的饮食好了,又应当控制好日常的饭量呢? 由于个体之间存在有差异,因而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安排, 但是,基本上应当要遵循一个原则,即增大净能量的消耗,尽可能的增大或保证机体能量的消耗, 在合理有限的范围内减小能量的收入,以增大净能量的消耗,一般而言,很多人都会选择在减脂期少吃, 但此时间经过度结识,在减脂期间,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吃碳水会长胖,吃多了油脂会长胖。 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,只有保证足够的DGI碳水,高质量脂肪和高蛋白质,才是比较可学的大菜。 在饮食中,应当要坚持少吃多它的原则,多是一些有利于新肠代谢的食物, 以保证机体营养种类多样,尽可能保证机生理过程的顺利进行, 一、有利于减脂的进行,在保证碳水化和物量的基础上,尽可能的食用DGI值的食物, 以更好保证其肌肉的增长,更好促进机体的新肠代谢。 减脂期间三餐的饮食要注意什么呢? 具体如下,一、在减肥过程中,要合理安排一日三餐的时间和食物量, 定时定量进食,早餐提供的能量,应占全天总能量的40%好,午餐40%好,晚餐20%好, 一般早餐安排在6,30-8,30,午餐安排在11,30-13,10,晚餐安排在17,0019,00,2每天都要吃早餐, 并且要保证早餐食物是营养丰富的,早餐食品硬多样化,合理搭配, 可包括骨类食品,动物食品,肉,蛋,牛奶和奶制品,蔬菜和水果, 如果条件允许,还可以适当添加煎火。 三,要有一个好的午餐,不要吃的太多,也不要经常在外面吃。 三,根据营养均衡的原则,可选择肉,气,动物食品,水产铁,蔬菜等多种搭配, 以保证午餐中维生素,矿物质,膳食行为的摄入,控制脂肪的摄入, 是主要食物多样化,尽量选择熟食。 四,晚餐,要吃少一点,并且饮食清淡,建议晚餐食物应以精煮或者凉饭为煮, 杂粮周围是主要食物,晚餐不宜太晚,所以建议在19点之前。 总之,在减肥期间是必须要食用主食的,减肥不是减少营养,而是均衡营养。 所以应该选择高营养,低能量的食物,在整个减肥过程中, 需要增加蔬菜的数量,膳食纤维非常重要,并适当添加优质蛋白质,吃饭时注意慢吃。 不要抱也抱食,先喝汤,然后吃蔬菜,再吃早粮,从事临床内科工作。 二十余年,对内科长见病,多发病,有着丰富的经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